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来看的是苹果的秋季发布会 台北时间13号凌晨登场了 来看一下iPhone 15究竟有哪一些新的功能呢 正式亮相了这个系列 Pro系列搭载台积电A17 Pro的晶片 镜头也升级 Pro系列加上望远镜头 又换了钛金属的金壳 那么重量少了15公克 另外改用欧盟唯一准用 2024开始的全新充电系统 此外全新的Apple Watch 9也成为亮点 因为最大的功能是说 只要拇指跟食指互点两下 不要碰到iPhone Watch Apple Watch就可以接听电话播音乐 我们来看一下 究竟这一些在新登场里面的 不管你认为是新噱头或者是新功能 有没有刺激心理的买气 执行长库克打头阵 在苹果的秋季发表会上 宣布全新iPhone 15系列 正式亮相 除了在第一款3nm制程技术 打造的手机晶片驱动下 效能大大提升 更全面配备动态导的萤幕设计 显示重要通知和即时动态 相机镜头也升级 同时也提升了萤幕显示器的亮度 至于旗舰机型 iPhone 15 Pro和15 Pro Max 都改用航太等级的钛金属机壳 并以动作按钮取代原有的静音开关 可设定各种快捷方式 就连收不到讯号 也能透过和美国汽车协会 合作的卫星连线功能 呼叫导入救援 而在这次发表会中 苹果宣布的其中一项重大变革 就是iPhone 15系列 以及往后的机型 都将改用全新充电方式 苹果打从2012年起 就开始使用Lightning的连接规格 直到欧盟拍板强制统一充电器 2024年起只能使用USBC 至于定价 最高届的iPhone 15 Pro Max 起价1199美元 比前一代同等级的机型 涨了100美元 堪称时尚最贵 其余的新机型 则维持之前的价格不变 被认为是要挽救 已经连续三季下滑的销量 尤其这场新品发表 正值全球经济高度不确定的时间点 特别是苹果第三大市场的中国大陆 正扩大限制政府部门使用iPhone 拖累苹果股价 自7月中以来已经跌掉近10% 市值滑落3兆美元之下 发表会登场当天 苹果股价下挫将近2% 不只iPhone 全新苹果手表Series 9的新功能 双指轻点成为一大亮点 只要将大拇指和食指互点两下 就能下达接听电话 播放音乐等指令 几乎不用触碰到手表 Apple Watch 9售价399美元起 这也是苹果第一款 考量到碳中和的产品 发表会的最后 库克勃忘提醒 苹果砸大前打造的Vision Pro 混合实镜头戴式装置 将在明年初上市 TVS新闻中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